HELLO 大家好,我是貝爾蘇,這次要聊的主題是 如何遇到喜歡的人時抓住機會 這主題有點大,大概就是跟雞娃娃一樣大 他很小喔 他很大聲,很吸引人注意 沒錯,你要抓住機會 第一個就是抓到你喜歡的人的注意力 就你可以這樣 欸,看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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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什麼不一樣 我看看喔,你今天更醜了 好啦,其實抓注意力不是這樣 抓注意力這行為要做 但我們要做的自然 什麼叫做做的自然 就是你平時有沒有累積練習這些習慣 接下來我說的三點就是你平常有注意到的話 甚至去思考或是練習 那麼你真的遇到你喜歡的人 你不會錯過屬於你的機會 那還有一個方式不錯過屬於你的機會 就是來上課啦 我全部課程八則促銷 從2月27號開始促銷一週 現在倒數兩天 有興趣的朋友不要錯過這次促銷活動喔 我們來說第一個要點 懂得判斷目前場合 這是判斷局勢的意思 當你在一個場合眼神飄散的瞬間 有個聖光出現在你眼前 女神降臨 這就是你的菜 你好喜歡 但這時候會突然出現一個情況 你不知道怎麼認識 又或是你認識的太唐突都會很怪 這就會在於你懂不懂的讀空氣 就是目前你在這個場合 你的影響力多大 你去做出認識的行為 直接去搭散 會吸引到注意力 得到好感的機率有多大 還是其實慢慢來 先點個頭 知道對方就好 再慢慢加深關係 又或是請朋友介紹 你可以做的做法其實有很多 因應不同的場合 你在那個場合的影響力有多大 你都可以用不同的戰略 那再延伸一個點 剛剛比喻的是場景 有點像是社交場合 那假如只是路上看到的呢 那其實就是去搭散 因為錯過你就不會再看到對方了 那假如是生活圈的對象 你每天都會看到對方呢 那其實就可以把步調放慢一點 去認識對方 不需要太急 所以你要抓住機會 你得要有判斷場合的不同 你要用什麼樣的策略 不會一個策略萬用所有的場合 你總不會在路上遇到的對象 直接跟他點頭示意就走了 那這關係就走了 生活圈的朋友跟他說 我下次不知道能不能再看到你 請給我你的聯絡方式 我們明天就會見 網路的朋友你跟他說 你頭髮好香 都用奶牌子的洗髮精 他頭髮是味道多重 你隔著螢幕都聞得到 就是每個不同的場合 你都會用不同的步調去認識對方 這場合是你生活圈 你常常會去的地方 你也都會待在那邊 那你步調可以放慢 可以先讓他稍微知道你 你再慢慢加深力度去認識對方 這場合是路上街頭或是夜店 那你就是要快速的把自己整個人呈現出來 給對方正面積極友善的感覺 短時間吸引對方注意力 讓對方對自己產生好奇或是好感 這場合是網路 那你就要經營自己網路形象 觀察對方網路呈現的情報 再善用那些情報去製造話題 你這樣可以因應不同的場合 去調整自己的進攻策略 那麼你很難錯過屬於你的機會 當然這會是大方向的講述 但以更細節 例如你是在生活圈場合的對象 你刻意去找你喜歡的人聊天 其實大家都看在眼裡 那麼就會變成很不自然 所以你也是要有讀空氣的能力 當你要去跟喜歡的人說話 如何讓對方被自己吸引注意力 又很自然呢 簡單的方式就是 沒有想要幹嘛的去分享自己 覺得有趣的觀點或是故事 可能不是對著他講 而是跟朋友講 你講得太好玩了 導致其他人靠過來聽 你喜歡的人也靠過來聽 那麼很容易他就會對你產生印象 又或是另外一種方式 加入他們朋友群的聊天 從中丟出有趣的觀點想法 讓大家可能學到東西又或是覺得有趣 那這女生也會對你產生印象 那這樣假如他有對你提問 你自然就可以跟他問答 下次再遇到 就可以很自然的聊起來 欸你今天那麼早來喔 之後開始分享自己的生活體驗 那這樣在對方心中產生的 也會是自然的 你就不會感覺太刻意怪怪的 但假如你腦子裝的都是 我要認識他 我一定要追到他 那你的想法也會影響你的行動 當然我們是要追到對方 但是最開頭的定印象創造要做好 而不是滿腦子想走到最後一步 但你連第一步都還沒踩穩 那可能第一步踩到狗屎 你也不知道 他就聞到你身上的死味 那你第一印象就是死男了 我們來說下一個要注意的點 情緒不影響行動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也許你終於鼓起勇氣 去認識對方 但通常假如你經驗不多 那麼很容易你的情緒 會去影響你的行動 可能會一股腦的想著 我過去要說什麼 我過去一說話 他就愛上我怎麼辦 他就要跟我交往 這樣會不會太快了 就是情緒的影響容易讓你想太多 你會想一堆發生機率小的事情 阻礙自己去認識對方 又或是把關係親密度拉大 當然你想的雖然可能發生 但是實際上大部分 你擔心的事情是不會發生的 但情緒就是會去影響行動 它會發生在每個階段 可能在剛認識的狀態 回去網聊的狀態 撐得出來約會的狀態 要確認關係的狀態 不管哪個狀態 都會因為情緒去影響你行動 而我們其實要練習 也有很多就是在練習怎麼學會跟情緒共存 就是你知道情緒來了 他讓你恐懼害怕緊張 但你還是去做你該做的事 不讓情緒掌控你的行動 就好像假如你被情緒掌控 你看到喜歡的女生在路上 你想認識 但是你的情緒會跟你說 他看不上你 他一定有男朋友 他絕對會拒絕你 但實際上這些都只是你的想像 你沒有過去聊天 你永遠不知道事實是什麼 這些都只是你的猜想而不是事實 又或是你要去做邀約約會 你的情緒可能會跟你說 你跟對方還不夠熟 不要約 就這樣拖著 拖久了這關係就沒了 又或是 你沒有跟對方建立到一定程度的熱絡度 因為一直想要趕快知道答案 就急著亂丟邀約 你不是有系統化的 觀察思考彼此關係 熱度到什麼程度 才去做出邀約的行為 那其實你都是被情緒影響很大 但我們要怎麼樣不被情緒影響行動 其實就是你知道怎麼判斷 你知道你現階段該做什麼 現在跟對方互動程度 每一步動作你大概知道要幹嘛 那就去做你該做的策略行為就好 而不是被情緒影響就崩潰亂作 那通常很容易機會就被自己搞掉了 我們來說下一個點 真實呈現自己 真實呈現自己其實就是保持一致性 當你懂得適度的呈現自己去認識對方 可以按部就班的運用策略 去吸引對方 不被情緒所影響 那麼更重要的會是保持一致性 一致性是吸引的來源 你的內在想法、信念 與你外在呈現行動要一致 所以假如你為了吸引對方 把自己裝成某個樣子形態 你終究會被拆穿的 那對方發現那是假的 對你的好感喜歡也會瞬間消失 所以一致性非常重要 當你從最一開始互動到之後 也許約會好幾次 甚至是交往 你能夠保持一致性 那麼你講話就容易產生力量 還有底氣 你不需要害怕自己 是不是有造假被對方抓到 你也不用擔心自己的形象是不是不夠好 因為你就是把真實的自己 攤出來跟對方互動 他跟你會有後續約會 就是他也知道你就是這樣的人 所以你不需要什麼畫素慣例 而是真實的把你呈現出來 去跟對方互動就好 當然這個真實的自己 是會不停的進步的 假如你呈現一致性的自己 結果講話很討厭 很仇女 講話很酸 那只會告訴對方 你就是個機掰人 所以你本身是有不好的習慣 要改掉這樣的習慣 讓自己變成不是這樣負面的人 不要覺得有女生喜歡自己 對方就要體諒自己就是那麼機掰 不會有女生大叫 我喜歡機掰人 除非他只是長的機掰 那保持一致性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遇到各種感情的突發狀況 你都可以很快的反應處理 因為女生通常會 無時無刻的對男生廢物測試 當你始終保持一致性的話 那麼你遇到各種對方給的測試 你都可以簡單接到很順的通過 因為你不會需要再去想 怎麼回比較好 怎麼樣回才能通過測驗 你就保持原本真實狀態 就會過了對方測驗 因為當你不是保持一致性 你光是要處理假的形象 說過的話 就很難發現到對方的反應情緒 再去做調整 所以保持一致性 可以讓你遇到你喜歡的人 不錯過該屬於你的機會 好 總結 懂得判斷目前場合 情緒不影響行動 真實呈現自己 這三個點有做好 那麼你遇到你喜歡的人 我相信該屬於你的機會 你不會錯過 只是大部分情況 你不會是遇到喜歡的女生 才開始練習或是累積自己實力 而是你平常就有在提升這三個方面 這樣你在遇到真的喜歡的人 你才能不錯過對方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喜歡這部片的朋友 都可以訂閱按讚留言喔 那我們下次見啦 大家掰 現在有線上課程服務 有興趣的朋友請不要錯過 可以點下面說明欄連結查看課程資訊 或是影片上面這個連結 可以看到課程資訊 感謝你的收看